丸头像是你怎么能跑到指挥官后面呢 得这样才对啊 我靠像是亏你玩不起是吧 我也来 最后一行了 你能怎么办 你还能怎么 你再叫 你再叫一个 但如果我这样 阁下又该如何应对呢 我靠牛逼 那么问题来了 这家谁来守的 这他把技了呀 好那咱们今天要玩这个游戏叫做 Foolage vs Undead 那其实他就是九蛋僵师嘛 然后用个这个名字 然后咱们开始游戏啊 看一下这草坪嘛 这个小草地做的还挺精致 那这个看上去像是那种橡树风格 像是一个个小积木 这底下是咱们植物的卡片 这橡树只有一个 他这个头和蠕动的如此的快乐 一直在这里伸缩 这是咱们的土豆雷是吧 埋在土里一点点 然后头上有这个引线露在外面 这个就是五强蛋 哎呦他怎么还小脸小脸红红 他这个表情很微妙 这边僵尸过来了 OK 他在这里狂吃 他这个手怎么也是这个 像素小手啊 我这个土豆雷已经冒红性了 冒红性 可以 这个头分头行动分得很远 坏了 咱们这个本来小脸通红的这个坚果墙 现在开始哭哭了 这肯定不行的 这肯定不行的 但是但是我阳光确实有点少 你等我一下 来个弯豆下尸 弯豆下尸 躲在后面 他迷茫的 哎呦他怎么 哥们你这是 我们的弯豆下尸居然还能向另一个方向攻击吗 但是这方向也没僵尸呀 你在打谁呀 他是跟着我的鼠标的 哦你们看到没有 他是跟着我的鼠标攻击的 这样的吗 但是但是我觉得没有必要跟着我的鼠标 我还有中东西呢 你们你们能不能专注一点啊 可恶 然后咱们阳光 哎怎么这中了一个 坏了我们中间中出了一个内鬼 来个寒冰射手啊 寒冰射手为什么他他不会跟着我的动啊 你们看 我这个我这个他们这个头都是很灵活的跟着我的 大嘴花也可以搞一点啊 搞前面啊 哎这个大嘴花也是毛毛茸茸的 磕磕磕磕磕的 而且刚才我们是只有三个三路的草皮 他是自己就长成了这个 哦你们看他又长了变成五路了 一二三六路这好像是 坏了这这每次的这个增加草皮啊 对我们来说并不一定好事情 我们的防守压力呢 也会随之上涨 这个双发他也是只会打面前的这一行呀 他也不会跟着我的鼠标乱动的呀 这僵射数量是不是 哎 又来两行 我有点 你这太多了吧兄弟 太多了吧 哎路障僵尸来了 他这个路障子 我不知道我是不是有错觉 这个路障僵尸感觉身杀有点魁梧 比其他僵尸要健壮些 哎呀这个右下角这个密密麻麻的 那么多波 我有点 我有点恐慌 我说实话 大嘴花中一个啊 吃一吃 OK 这僵尸的脑袋子现在被我们搞打得乱飞 咱们现在呢 向日葵 撕裂的向日葵 我本来是以为很多 但是 这个阳光我感觉不是很够用的样子 我现在要把最后一行呢 变成我们的这个双发了 说实话 哦到晚上了 到夜间的话呢 会有什么不同吗 咱们的蘑菇呢 咱们的蘑菇大军 为什么这个时候没有出动 我僵尸这是真的多 这得有三四十个吧 三四十只一波 右下角的旗帜可以看得出来呢 这几波的僵尸的进攻呢 还算是比较柔和的 而再往前一点 你们看到这密密麻麻的旗帜了没有啊 我感觉会很恐怖 这里铲一下换成我们的土豆雷 这个就是我们如果说实在守不住了 就要靠最后的这个土豆雷来了 又是一大波 看这波旗帜会来什么吧 咱们防线差不多就这样了 一行的这个可以扭脖子的关斗射手 一行寒冰射手 还有三行的双发 火力呢 我觉得是充足的 如果说能给我们来个机枪就更好了 最后一行换成双发 我觉得你说的 威威威的有道理 来吧 全是路障呀 你这没有挑战性呀 你这僵尸拿什么赢我呀 那小路障怎么给我打呀 对吧 咱有一 一说 一炸一下 但是咱撑过去了 最难的那波咱们撑过去了 然后到后面就没有大波了 哇 这么多 全是普通教师 但是你普通教师过不来呀 咱们这火力是跟你开玩 我操 等一下 有点多 哇 一到尘拿炸一下 这太多了 我靠我顶不住了 我顶不住了 我操 这太多了吧 这这么 不行 我要撑不住了 后面还是路障 一头上的 一头上的 这 这 后面不会过来铁桶吗 这什么呀 这比 这不是骑士 怎么比骑士更恐怖呀 屋顶上放几个 屋顶上怎么放 屋顶上现在放 屋顶上也能放 这 原来屋顶上也能放的吗 屋顶上也能放的 怎么只能放两个呀 按键盘左右 我操 原来屋顶也能放的 哎 不早说 这怎么只能中 弯的射手呀 要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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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这这这这 这谁顶得住 这谁顶得住 完了完了 哎呀 我不知道哎 我不知道 原来屋顶也能放的呀 我以为后面要解锁呢 这怎么办 又一大波将尸来了 我这顶不住了呀 屋顶上的兄弟们 请给我 给我一点元气吧 哎 小推车掉了 小推车 啊 小推车掉了 这怎么办 赶紧补一下 下路也掉了 赢到最后时刻 我们有机会 我们能赢 我们是冠军 我们是冠军 屋顶上的兄弟们 这后面还能中吗 这后面中不了啊 可以 可以 卧槽 什么东西 什么东西 这什么 这什么 这是在显示什么东西呀 这怎么 疯狂的在这里 卧槽 你在动我 哎 这下路怎么锁 这怎么锁 现在 但是还好 我不好说 我这里炸一下 哇 你看到这没有 这全炸掉了 还有机会啊 还有机会 咱们现在就等这个银桃 炸弹CD啊 然后把它慢慢解掉 就可以了 这是最后一波了 能赢的 能赢的 相信主播 相信主播 可以赢可以赢 真可以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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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点阳光 再来点阳光 再来50 再来 好 炸 哎 炸错好了 炸错好了 不是 大哥 别这样 别这样 我炸错好了 我炸错 哎呦 就我知道有很多观众呢 他不知道怎么回事 所以说呢 我故意吃了个喜 给大家讲解一下这个游戏 你们看 我们这个游戏呢 是有屋顶的 虽然说我也是刚刚才知道这个事 但是呢 我们要利用好这个屋顶 屋顶的话呢 我打算就全放这个弯豆下池来帮助我们 坏了坏了 这这不对呀 这这局 这是不是因为屋顶打过来 有有延迟啊 哎 这局怎么会这样的 哎 完了完了 我感觉这把要没了 我应该 哎呀 我靠 我靠 快重开 快重开 直接中房上吧 咱也不中下面 中下面还危险 我这土豆雷 我还不听清楚 这个版本他能炸几个 如果他只能炸一个 我中这里 我就像个 我就像个小丑 如果他能炸一群 我就是个天才 我中这个位置 光开电梯 哎呀这 好来了 你们看到没有 天哪 哦 这太可怕了 这 啊 还能敲 但是后面 姐姐二来的第二行 直接变成了这个路上哥 然后向着可以在这里扛一下 双发 寒冰 咱们现在阳光够多 可以 可以卖一卖咱们的植物 说实话 输出确实不太够 你们看 因为没有火炬素装啊 如果有火炬素装 我觉得 随便赢 但可惜没有 可惜换不得 没事没事 这波铁头已经要到尽头了 吃一下 撑猪啊 兄弟们 一大波 僵尸之代来临 就这吗 就这吗 又来一波 两波而已 不过如此 两波而已 有什么可怕的 三波而已 啊 四波而已 你还能来几波 你还能 六波 还能怎么样 七 七波 那又怎么样呢 八波 九 十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我 十二 这多少是多少 我操 这多少 我 这是多少 我傻了 这还 这C车车有小推车吗 但我觉得我们也能守啊 过不来啊 僵尸啊 连小推车都不用出手 又怎么样呢 能怎么样呢 也没多少僵尸吗 也没多少僵尸吗 我直接一个 一桃炸弹 我小推车我都不丢 我一辆车都不丢 我跟你说 看好我的 看好我的这个 无敌的土豆地雷了没有 再炸一下 咱车都不丢 这就是技术 哦 赢了 太太太不容易了 OK那这个就是这样啊 就是这样 好